更多有声读 请在微信 LVNCB9113 演播 此今 明朝败家子 第186章 风雨欲来 诸侯赵和方济帆到了高台之下 联听李朝文在那偷偷大哭 简直半点修道之人的风度都没了 方济帆翻了个白眼 上去就是踹他一脚 一双精彻的毛子瞪着他 很是生气的怒斥的 有没有出现 亏得你也是我失职 丢人现眼 李朝文立刻止住了哭声 不禁深吸一口气 似乎已知道 到了今日这地步 左右都是一个死了 他抽气着 抬头看了看天 只见太阳依旧火辣辣的 甚毒啊 这样的天 怎么会有雨啊 自己恐怕死也 李朝文又失魂落魄起来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 似乎也明白 只能拼一拼了 终于在方济帆的示意之下 后头一个晋尾给他结了绑 宦官们匆匆给他换上 倒衣和陶木剑 倒是有好心的晋尾官 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低声安慰的 说 莫怕神明在上会保佑 李朝文感激地看了晋尾一眼 方济帆耳朵尖 心中不禁烦躁 太子殿下组织能力不行啊 时辰就要到了 还有这么多纰漏 便看向那安慰李朝文的晋尾 冷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那晋尾只好苦着脸说 呃 背下 萧敬腾 方济帆乐了 哎 这名好啊 大吉大利 萧敬腾啊 我很欣赏你 来来来 将他绑了 掉在坛下 求不来雨 将他烧了几天 啊 萧敬腾一听 差点要昏厥过去 连忙产生求饶 我又八十老母 下又 方济帆怒了 冷着脸乏力 掉起来 周遭的人都倒吸一口亮气 方济帆则抱着手 没有作声 一副绝不容情的样子 可内心深处 方济帆却知道 他这样做是有必要的 这是方济帆想到的一道保险 萧敬腾乃是禁卫武官 到时候 真求不来雨 太子殿下震怒 肯定当真要将李朝文烧了 可一个禁卫武官 也掉在高台上 可就不同了 到时候 得到命令的禁卫们 肯定会想尽办法去求情的 总不能到时候 真因为求不到雨 真的要将人烧了吧 方济帆还是很有职业道德的 谁叫我方济帆 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呢 从不欺凌弱小呢 小敬腾滔大哭 高喊饶命 却不得已 被面带男色的泽袍 吊起来了 方济帆则朝李朝文挪了挪嘴 面带笑意地开口提醒他 许之 快登台吧 时候不早了 相信师叔 你一定求得到雨的 方济帆记得 这雨的记录时间是在五十 可到底是五十几刻 却不值了 此时的李朝文也不哭了 只不过整个人看不到一点神采 他垂头丧气开始登台 跌跌撞撞站在高台上 而后他眼睛都直了 几乎要昏厥过去 这高台上风大呀 除了他倒跑鼓起 他吓尿了 恐高啊 再次往下看 便见下头人头惨度 远处眺望 那东宫高墙之外 竟也是有数不清的人流 李朝文脸色蜡黄 两股颤颤 接着便开始放声大哭 高台就是高啊 因为太高 上头又风大 所以这大哭的嚎啕声 下头人也听不清晰 还以为在念经呢 方济帆昂着脖子 对诸侯赵说 殿下 你看我这身职 是不是颇有活神仙的风范呢 诸侯赵则瞄着天 凝望那晴空万里的天空 担忧地说 这看着 还是不像是会下雨啊 要有信心 方济帆假装震珠在握的样子 其实啊 心里也发虚 这两个多月的干旱 早已让人浮躁起来 城内还好 可城外的农户 却早已是颗里无收 担心着 年底如何饿着肚子 熬过年关 看着那均烈的土地 有时为了争一处水流 甚至导致数百人殴斗 一次死个七八个轻壮 也是不显见的 人就是如此 一旦绝望 自然觉得朝廷和官府 难辞其咎 在东宫之外 许许多多的人 只是抱着嘲弄的态度 再次看一幕把戏 那流言 依旧还在数不清的人嘴里流传着 皇帝师得太子殿下 荒诞胡闹 若是上天当真垂怜 何之后此两个月之久 低语未瞎呀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方济藩的五个门生 也早早赶了过来 他们进不得东宫 却在远处接向 眺望那东宫院墙之内 威额的高台 高台上的人 当然是看不清的 不过是个黑点而已 此时唐吟等人 耳边充斥着无数流言蜚语 一个个心中极不是滋味 求不来雨 天下人会如何看待太子 他们助力着纹丝不动 面上表情僵硬 眉头深索 却在这时候 身边不知觉的 竟多了一个人 王守仁 消瘦了很多 他听到动静也来了 见到欧阳之无人 便不自觉地 与他们站在一起 在这人声鼎沸的环境 发现了王守仁的唐吟 朝他喊手点头 王守仁也朝他 勉强一笑 他们不信鬼怪神仙 自然也不相信 所谓的其余 他们来自 各自带着重重的心事 只见李朝文在高台上 坐着法 已至五十了 太阳依旧堵了 他也浑身汗流浃背 此时 眼泪已经流干了 便连汗水 似乎已挥发得干干净净 李朝文只感觉浑身无力 有一种虚脱的感觉 台下的方启帆 则紧张地等待着 朱侯赵显得尤其焦躁不安 他搓着手 较着不安的样子 远处的杨廷河和王华 则朝这边瞪了过来 恨不得手撕了方启帆 将方启帆生吞活泼作罢 方启帆眼看时辰差不多了 突然咽了咽朱侯赵的袖子 朱侯赵猝恶地看着方启帆 你做什么 方启帆低声说 殿下该哭了 为何要哭啊 朱侯赵蒙了 一张清秀的面容里透着不解 方启帆呲哑 徐徐地给朱侯赵到了 殿下爱命如此 现在烈日奄奄 老天不肯下雨 殿下作为太子 爱惜苍生百姓 难道不该哭吗 可本宫哭不出来呀 朱侯赵觉得有理 是该哭一哭 表现一下自己的爱民之心 可是这是哭啊 又不是喝水那么简单 方启帆也算是服了他了 平时你在你父皇面前的演技呢 显然这一次其语 本质上不在于表现李朝文 而真正要表现的 该是太子殿下 外界如此多流言蜚语 对于朝廷的恶意重伤 都是奔着皇帝和太子来的 古人重心不重心 这叫唯心主义 什么意思呢 倘若你其语 别人会以为你荒荡 可若说 你是并非是相信神仙鬼怪 而是爱惜百姓是在其语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是爱民如赤子 是道德的楷模呀 自家兄弟不给诸侯赵机会表现 那么让谁去表现呢 这一场其语的功劳 李朝文领不走 方启帆也领不走 能领走的也只有当朝太子殿下 方启帆很认真的看着诸侯赵 那么太子殿下想一想 如果此时陛下在这里呢 如果欲求不下来 殿下会有什么结果呀 殿下 想想平日里 陛下都将你当做孩子看待 想一想 殿下心中也有宏图之志 照样也有希望能够让人刮目相看的一天 殿下 臣早就为殿下准备好了 说着 一个字条悄悄塞到诸侯赵的手里 诸侯赵感受到字条的温暖 显然 这都是方启帆早已准备好的一只物在手里 老王 诸侯赵眼睛有些红 还是你懂我呀 他迅速 趁方启帆用身子遮挡的功夫 取了字条看看 里头内容很简单 显然 方启帆顾及到了他不太高明的文化水平程度 接着 诸侯赵将字条塞进嘴里 眼睛又红了 他开始垂胸顿足 发出咆哮 天哪 高台上面的李超文 如何做法 根本就无人看得到 可这一声天哪 却吸引所有人目光 杨廷和王华 无数战士府 书官们都不怨而同的 看着眼前这样 太子殿下的眼泪 已是磅礴而出 他天生就有 带着入围奥斯卡金像奖的潜质 继续垂胸 胸口被垂得 砰砰作响 不要拦着本宫 不要 他大吼了一声 方启凡丝毫不犹豫 一把将诸侯赵抱住 撕心裂肺的劝慰 太子殿下 不要冲动啊 诸侯赵 泪眼已经模糊了 邪孙底里 大声地叫着 苍天不以万物为出狗 而今两个多月 可力无收 再今严重致辞 本宫身为太子 尚不能为父皇分忧 下无法体恤百姓 今日 岂不来雨 本宫 不妨死了干净 方启凡 你不要来本宫 本宫去死 死了 这个死字 足足托了五个银结 尾音绕梁 迟迟不肯散 殿下 方启凡将诸侯赵死死抱住 殿下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啊 有什么话好好地说 诸侯赵犹如一头蛮牛 方启凡 险些被他震开 可真要震开 那就玩砸了 难道还能让诸侯赵 等一等方启凡 重新让方启凡抱住 然后再继续去寻死吗 方启凡也使着瞒劲 使劲抱住诸侯赵 心中则忍不住 无声骂道 我擦 你也太认真了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栅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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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